七夕节将至,在这里祝福大家幸福满满。 大家给爱人或者恋人送了什么礼物呢? 为心爱的人送上一件翡翠礼物,既象征了幸福美满,又能够代代相传,增值保值。 古往今来,翡翠玉石承载记录了不少美好的爱情故事,演绎了一出出动人而真挚的感情。 我们首先来看翡翠龙凤牌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龙常常被认为是英雄的化身,是无比英勇和尊贵的。 因此,龙的图样也被用于皇室之中,成为御用图腾。 而凤凰是祥瑞的代表,是白鸟之手,象征着美好的愿景。 我们再来看翡翠鸳鸯。 自古以来,鸳鸯都是成双成对的,是动物界亦夫亦妻的典范。 因此,我们也用鸳鸯来比喻成双成对,忠贞不渝的家偶。 我们再来看翡翠蝴蝶。 关于蝴蝶,大家都应该听到过梁柱的故事。 梁柱化蝶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,因此,蝴蝶也成为了爱情坚真不渝的象征。 蝴蝶不只有象征爱情的含义,还谐音蝴蝶。 所以呢,翡翠蝴蝶也寓意着福气,连绵不绝。 戒指现在已经成为对爱情婚姻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了。 求婚、订婚、结婚,每一步都少不了戒指。 翡翠戒指寓意圈住眼前人,既有西方的浪漫元素,又有东方的含蓄、深情。 最后一款是翡翠如意。 如意最初是一种兵器,是起到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法器。 如意头又叫做如意锁、祥云锁,是中国人的护身符。 有驱灾辟邪、健康吉祥的美好寓意。 送给爱人伴侣又有同心锁的含义,代表着生活甜蜜、忠贞不渝。 好的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恩您的聆听。 我们下次见。